一看你这样就教育不出什么好孩子来 你看你家孩子长得跟土豆似的 开手就打人 什么玩意有人养门人教 那也比你家孩子强 你看你家孩子长得就跟电线杆子一样 总是打我家孩子 总是欺负我家孩子 该打 你家的孩子长得跟土豆成精似的 你家孩子他比凉窝嘴 长得就跟那窝瓜似 你说啥啊你 你打人我欺负人 我找你家去 臭不要脸的 欺负人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我找村长拼命礼 村长 村长 诶 张哥 我是游里村的村长 今天晚上这开TV的包家准备好 安排几个重要客户 好好好 村长 村长 你干啥呀 我说喊你半天了 你处这干啥呢 你干啥呀 你三会儿喊他 你泼妇啊你 村长 你管不管呀 咋的呀 我刚才在路上看见老张家那小媳妇了 就长那么高 那家伙上来就给我一顿挠 屁里啪就给我说他家孩子 和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打架了 把我一顿扁 我这头部都给你让他耗了两千根 到底咋回事 慢慢说 气死我了 就那个谁 就我家前面那个老张家 他家孩子跟我家孩子打架了 把我家孩子给挠了 挠了之后他就找我来了 又给我一顿挠给我一顿打 你说有没有他这样的呀 你管不管 这俩孩子打起来了是吧 然后老张家的媳妇把你给打了是不是 是啊 行了明天再说吧 你先回去 他把孩子把我家孩子打了 明天要说什么呀 你听不懂我的话呀 我这个村长说话不好使了是不是 不是 你先回去啊 这个事咱们明天再说 我这会儿忙着呢啊 回去吧 那我明天再来找你啊 明明明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赶紧回去吧 真是的 你说我一个村长 我天天我惊为你们夫妇了 我这招商影子还没有着落呢 我我 喂 马总啊 是我 哈哈哈哈 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是好日子 村长我来找你了 就是昨天我跟你说那个啊 他家孩子打我家孩子那个事 就那个事 你先回去吧 这个事咱们明天再说啊 我忙着呢 不是不是你别明天啊你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要上正里面去 我招商影子的 你怎么老烦我啊 你赶紧回去吧 我忙着呢 不是我 你赶紧回去吧 明天说啊明天说 哎呀 这孩子他爸一天喝一箱饮料真是 哎呀 找个书破烂的 看看能不能卖什么钱 你怎么走这一天啊 大乔 哎呀 村长啊 你不忙了 不忙了 我今天过来呢 我是来解决你说的那个事情呢 就是你家孩子呀 跟老招家那个孩子打架的事情 哎呀 不用解决了 这都几天了 都过去了 过去了 不解决了是吧 嗯 我跟你说 这人啊 一定要宽宏大量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这有的时候啊 人这脾气啊 一上来呀 确实是控制不住 但是 那发脾气 那是人的本能啊 那控制脾气 那才叫本事 对不对 对对对 大乔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啊 本村长 之所以啊 在咱们这个村子里 干这么长时间的村长啊 那是因为啊 本村长 德国望重 遇事千万别慌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老牛拉扯要稳当 是不是 拿住枪 稳住架 一下是一下 是不是 所以说 这遇到问题的时候啊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千万不能冲动 这过几天呀 把气一消 大家呀 都是好邻居 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呀 你这臭小子 你敢踩我脚 是不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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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这家伙 还教育我稳住 我看你自己最不稳 像驴一样就追出去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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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